大家好,这里是贝贝,本期主角是PVC中三个用枪的职务 大家好,我是机枪十六,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收到了一个邀请,说要我参加PVC第一届枪王大赛 大家好,我是机枪豌豆,我也是收到了邀请,前来参加PVC枪王大赛 大家好,我是双枪松果,上期视频的出场费,啥时候能结一下,像我这样低调的大事,但出江湖就是为了不必要的战斗 像我这种尊贵的金卡,早就看淡了功名利禄 上期视频的出场费啊,结一下啊,贝贝姐,人呢,但是一听说最终奖金有一个亿,我还觉得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一定要为正义主持公道,所以我还是义不容辞的来到了这个赛场 什么一个亿不一个亿的,我真的不在乎,真的 什么,冠军一个亿的奖金,贝贝姐我还不了解你吗 我肯定不会相信这种鬼话的,但是为了证明我是最强的,我也要坚持把比赛打下去 嘿嘿嘿,一个亿,赢了这场比赛,我就可以 胜着加薪,当上走经理,出任C.O,赢取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想想还有点小激动 嘿嘿,我也要证明,就算我不是最厉害的,但我也一定是最帅气的 啊,这三个植物的花咋这么多呢 在正赛之前,让我先来给各位介绍这几个植物吧 第一位是鸡枪石流,是这三个植物里唯一一个绿卡 绿卡怎么了,瞧不起我是不是 而且也没五阶,没五阶又怎么了,瞧不起我是不是 信不信我跳起来打你膝盖 你再逼逼,我就取消你的比赛资格 可恶,要不是因为我要主持正义,不然我还怕你 我们继续,鸡枪石流可以对前方造成范围伤害,但是攻击距离比较短 好在伤害还算高,第二个是鸡枪豌豆 我是鸡枪豌豆,我的目标是更快更强,我认为我肯定是三者中最强的,希望观众们可以为我加油打气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是PVC的元老植物了,金卡有五阶,而且五阶发射的豌豆是超级豌豆 请问这个选手有没有什么想发表的意见呢 就那个破石流也能叫鸡枪,简直是丢我们鸡枪的脸 要不是我不能打植物,不然我分分钟就把它吊起来打 看来这位选手非常的自信啊,那么我们介绍第三个职物吧,双枪松果 我的优势在于,有几率发射秒杀僵尸的子弹,僵尸死亡之后我们还会追加子弹 而且我和他们俩相比,阳光消耗是最低的,低阳光,追加输出 所以我算是个辅助输出,宝三争二吧 也是一个金卡,特点是……好看,伤害也不错 我接可以秒掉一些僵尸,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来一道开会菜吧 包打小鬼头,那么我宣布比赛开始 这个双枪松果,虽然伤害不俗,而且和我一样同为金卡 但是作为新秀的他,明显不如我老练 打僵尸还摆什么造型,呵,直早要翻车 这个机枪十六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虽然摆造型确实不重要,但是哪有你这么不雅观的 这种绿卡我都不屑看他一眼 被看到三只之物的表现都是不错的 秒出现被吃掉的之后,已经是因为小鬼头太容易被打败了 这期视频我们介绍完了三位选手,而且进行了最简单的一场比拼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敲王呢?让我们持续关注吧